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大蒜是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调味品 炒菜的时候加入大蒜,既能够提菜色又能够增鲜 还能够去熟肉肉的腥味 大蒜的味道特别的好,能够提高人们的食欲 还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 大蒜的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如果想要具体的了解一下,不妨我们更新视频来看一下 吃大蒜的好处有哪些 大蒜可以杀菌 因为大蒜的味道特别的辛辣又刺激 所以被人们称之为天然的抗生素 它的杀菌能力特别的强 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消炎杀菌的作用 尤其是生吃大蒜效果会更好的 大蒜能够防癌 特别不错的防癌作用 大蒜中含有的溶水性挥发油等成分 能够消灭癌细胞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和抗变能力 除此之外 大蒜还能够抑制胃中的压硝酸盐 还能预防胃部出现问题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吃大蒜的确能够起到防止胃癌的效果 还能够帮助消灭胃中的细菌以及真菌 吃大蒜可以调节血压的 大蒜能够提高人体的胰岛素分泌 调节血糖有特别好的重要作用 糖尿病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大蒜 来围定血糖 保护心血管 适当地吃大蒜能够起到保护心血管 吃两到三半的大蒜 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得到明显的降低 血脂偏高的人群 或者是患有脑梗塞的病人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大蒜 能够去除体内的脂肪 帮助强化血管功能 大家都知道吃大蒜的好处 虽然吃大蒜的好处有很多 但是吃大蒜有很多禁忌的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地说一说 十个吃大蒜的禁忌 为了身体的健康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 大蒜不要和芒果一起吃 芒果大蒜同吃 皮会会变黄的 芒果中含有大量的果酸 氨基酸 蛋白质等等 这些物质含有刺激性的物质比较多 接触到人体的皮肤就会造成过敏 大蒜属于刺激性的食物 两者同时 身体特别的容易过敏 容易引发严重的过敏症 甚至出现红肿疼痛的症状 这种食物尽量隔开一个小时再食用 能够防止不良的反应和过敏 二 大蒜不要和药物一起吃 大蒜属于新刺激的食物 最好不要跟其他的药物一起吃 最好要间隔半个小时以上再服用 如果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 最好不要同一个时间吃大蒜 而间隔几个小时以上再食用 因为临场上防颤心脏机器 半墨直滑术后 心拱溶酸治疗心脏支架 术后以及抛产等病人需要长期定时定量 有规律地服用抗凝药物 避防血栓的形成 大蒜中的硫化物质能够抑制耳纹酸腺肝 又到血脑管聚集 减慢血脑管的邻居 所以服用抗凝药物的患者 当然吃大蒜会影响病的恢复 可导致生命的危险 第三 大蒜不要空腹吃 但大蒜虽然一样比较丰富 甚至胜过煮熟的大蒜 因为大蒜对味的刺激比较大 专家建议大蒜一定要在饭后使用 所以不要空腹地使用大蒜 大家也可以将大蒜搭配着米饭吃 每天吃上三大五半就可以了 不要多吃 以免对胃刺激产生反应的 特别是胃溃养的患者 一定要饭后使用大蒜 四 眼病患者不要吃大蒜 古人说 蒜质百病 危害一目 长期大量的吃大蒜对眼睛有害的 所以吃蒜的时候 注意不要吃的太多了 特别说眼疾的朋友们 治疗期间必定要接掉大蒜 第五 虚弱者 古人认为多吃蒜会耗散人的气 同时也耗散人的血 本草中记载着大蒜心热有毒 生坛冻火 丧气耗血 欲弱油热的人千万不要吃大蒜 身体差的朋友们也不要吃大蒜的 第六 肝病患者不要吃大蒜 很多人用吃大蒜的方法来预防干盐 甚至换上干盐后仍然每天吃大蒜 这都是不对的 《博弱纲》中记载了 伤肝损 大蒜性热 能助火刺激性比较大 肝有内活者如果使用肝火会比较旺大 时间久了当然会造成损伤 七 脾虚腹泻者一定要少吃大蒜 吃一点是可以的能够促进消化 如果患有非细菌性的肠炎 腹泻的时候再吃大蒜 肠炼的刺激会使肠黏膜充血 水肿加重 促进肾出 使病情恶化 第八 重病者肾食大蒜 算属于发物 所谓发物是指特别容易诱发某些疾病的 或者是说引发疾病的食物 食用大蒜辣椒等辛辣食品 对患有重病 正在服用的人来说 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副作用 不但可能引发旧病 还可以使药物失效 会与药物产生反应影响健康的 第九 第九 大蒜不要与肌肉同吃 肌肉与大蒜相克大 大蒜性心温 煮下气消股 除风杀毒 肌肉干酸温补 两者的功效相足 蒜气 酸臭 调味角度上来说 与肌肉不合大 所以大蒜不应与肌肉同吃 第十 大蒜不要和牛肉一起吃 牛肉蛋白质营养元素特别的丰富 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吃牛排 日常饮食中适当地多吃一些牛肉 能够温人体补充营养物质 让免疫力更强 为什么大蒜不能和牛肉一起吃呢 因为大蒜本身是一种温热的食物 牛肉属于温补的食物 两者一起食用 其中的营养物质会相互的抵消 身体不仅能够将其的营养物质全部吸收 两者有益的物质还慢慢的消退 所以由此可见 刚才和牛肉不能一起吃的 平时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适当地吃一些大蒜不要多吃也不要贪嘴 为了维护身体的健康和力饮食 还有更加的关键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并的养生支持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